欢迎回来台视五间新闻 还记得去年7月在南安瀑布附近发现的落单小熊妹吗 在经过照养团队9个月照护之后 现在她长高又长胖 身高120公分 体重达到了43公斤 发育良好 头好壮壮 也训训练也表现得很好 猎捕小羊 吃风潮椅窝都适应良好 近期就会让她重回山林 但是也放起言照养团队还是希望她可以再吃胖一些 让小熊妹更适合野外生存 在树干上爬上爬下活力十足 不许还会把树枝当成单杠来健身 模样超萌 去年7月在南瀑布被发现落单的小熊妹 在经过人围9个月的照料后 已经投好症状 现在更准备好要重回南安老家 目前的状况已经很好了 但是为了求好加好 我们其实还是希望她越胖越好 也不是越胖越好 胖一点 胖一点比较好 进程来看有可能会到45左右 不同于刚被发现时 小小一只虚弱模样 现在的小熊妹身高已经撞到120公分 体重43公斤 比被发现时大了9.6倍 野训时也展现好本领 猎捕小羊动作迅速 就算吃风潮被盯得满头包 也超能适应 因此照养团队评估后 近期就会将她野放 这也成为由人类代替母熊 教导小熊野外生存技能后 再重回野外的第一例 男人小熊妹去年7月被发现 孤零零逛大街 8月紧急被以往特生中心照顾 确定健康良好 12月才让她进行野生训练 但就怕之后放生 变成狩猎对象 也放时间确定不公开 希望小熊真的能安心回家 接着去中国台报道